安波华语足球快训2023年2月26日 毕尔包忘错杰罗纳 周日晚上西甲地念三轮继续进行 毕尔包坐镇主场迎战杰罗纳 那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两队近段时间战机都是非胜即负 同时大家近五次交锋也能分出胜负 而考虑到杰罗纳客战能力薄弱 金扑不妨看好毕尔包主场称雄 歇东齐回来后的五轮联赛不慎令到毕尔包与前四球队分差逐步被拉大 幸好近三轮拿下二场胜利稍微有所反弹 才得以保住积分榜上半区的排名 综观赛季至今的表现 进攻端地发挥向来是决定毕尔包战机的关键 在球队取得入球的13场联赛中战机为9胜2和2负 其中首席攻击首奥汉辛斯特取得入球的场次中战机为5胜1负 既是巴斯克雄师入球的保证也是球队的福将 相比进攻 毕尔包的防守更值得称赞 22轮联赛有8次保持大门不失 军场失球位1.05个 回顾近两次主场面对杰罗纳也能临风取胜 毕尔包本轮有望打出有效的防守反击制胜 阵容方面 后卫丹尼尔维域恩廷赛 中场安达薛里拉英商臂战 另一边乡 杰罗纳上轮打出赛季最佳一战 主场6比2屠杀艾美利亚 意图此前四轮紧入一球的乌气 收获大胜后的他们刚刚抹平了此前复数的球差 然而杰罗纳做客火力则逊色得多 经济西甲和共10次出征止收获失球 直接导致其间只剩一场却输足6场 目前处于联赛做客两联败当中 且均未能破弹 此外 杰罗纳22轮联赛仅一次没有失球 与上述的毕尔包形成鲜明对比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杰罗纳目前遭遇较大范围的伤病侵袭 包括后卫恩古图和中场恩祖薛里拉 在内多名球员因伤无缘出征 缺冰少将的他们此行不宜高估 感谢你的收听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要点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